追星族们,行行吧 现代人所崇拜的隐星、歌星、球星、商界、政界所谓的成功人士 他们的生活方式乃至一举一动都成为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模仿对象 不管是服饰、饮食还是举止严刑 乃至于生活习惯等都深深影响着狂热的追星族 难怪这个时代圣贤纷纷隐没啊 众生的心灵被种种无名习气遮蔽 再难以接受圣贤们的智慧教化 现代社会林林总总的偶像 成了指引人们行为的导师 而这些所谓的明星 其实质也是一个贪嗔烦恼赤胜的平常人 如何能指引人们走向自我进化之路呢 其实骨子里 追星族们并非崇拜他们的偶像 他们只是渴望明星们有钱、有名又有闲的生活方式而已 古时人们恭敬圣言量 齐家治国、安天下 皆以圣贤经典为准绳 以历史为借鉴 并经由一代代的传承 使圣贤文化的命脉不至于中断 而傲慢无知的现代人 已不再重视圣言量 甚至把圣言量打倒在地 一阵不力百邪并生 人们没有了圣贤智慧的指引、教导 心中邪见纷纭 无所适从 思想极其混乱邪辟 而随顺人心的物质享受 宣扬死后断灭的邪说 便开始粉末登场 可怜的现代人 从无始以来的无名愚痴 就已经够深重的了 再受各种污染思想的熏悉 更是通体污垢 在邪见丑林中的人们 见不到一丝真理的光芒 呼吸着邪恶的空气 接纳着浑浊的思想 在这里 只有如何享乐的指引 如何欺诈的说教 如何制人于死地而后快的竞争术 如何自欺欺人的自我包装技巧 而这些使人眼花缭乱的 种种方法和技巧 都只是随顺诱导 增上人们的烦恼而已 正因为没有圣言量的指导 现代人大多造业的同时 以毫无取舍的智慧 对善恶染静的辨别力 几乎完全丧失 人们根本不知道反观自信 认识烦恼 反而时时随顺烦恼 加强烦恼 所以遇上诱生贪嗔等的对境时 毫无对峙力 根本不知如何防护 这样非礼作意 立即陷起 烦恼一发不可收拾 对烦恼不知如何对峙 便不能有丝毫的止息 这样相续心中的贪嗔痴 只会不间断地篡息加强 不断增上的篡息力 使得即使离开对境 在独处甚至睡梦中 依然烦恼赤声 贪嗔永废 在华丽外表包装演示下的现代人 其内心状态 比起古代人 不知要烦恼恼乱多少倍 而烦恼一旦超出控制力 即会现前各种严重的心理病症 甚至精神崩溃 人格分裂 丧心病狂 追星族门 醒醒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